各位同仁請就座 開會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第一位請曾俊傑議員質詢 時間45分鐘 議長我們四個要聯合質詢 兩節是不是 那中間那個還是休息一下去洗手間 45分鐘的時候還是休息一下 然後去洗手間好不好 謝謝 議長市長還有我們各位局所長 關心高雄市政的各位鄉親各位媒體先生小姐 我們一位同仁大家早 今天我們是四位議員聯合質詢 首先我要問一下市長 來請問一下市長 你是否支持非和家庭 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我一向支持非和家園 不是非和家庭 非和家園 好 非和家一樣 其實都一樣 好 那你是否支持和市庭建 如果今天和市有問題 現在如果也可以庭建 我一向支持 好 所以你支持和市庭建 那我再請問你 你是否支持重啟和一場 市長請答覆 請市長回答 不支持重啟 你不支持重啟和一場 也就是說你不支持重啟和一場 你支持和市庭建 你也支持非和家園 所以市長 我再請問你一個問題 那你是否支持核災食品進入台灣 包括高雄 我不管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對於輻射食品進入台灣 我們的立場非常清楚 就是反對 就是反對核災食品進入台灣嗎 是不是無條件反對 你可以再說明清楚一點嗎 我不瞭解你的無條件是什麼 今天全世界是一個地球村 那全世界對於輻射食品的立場 所以你還是有 我沒有這個沒有什麼條件 如果有核災的食品進入台灣 我想我跟全世界一樣 這個是會迫害人的健康 我們都反對 好很好的 也就是說市長你的意思說 只要有危害我們人民生命安全 有核害的東西 你就絕對反對就對了嘛 那我那天我要敘述一下 其實這個立體 在過去議事廳裡面 只要很多的議題碰到藍綠問題都是對立的 甚至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很難得 很難得在核害食品這個部分 我們藍綠其實幾乎都是一致的立場 捐絕反對 所以這是相當的難的 也就是說 現在已經普遍到大家幾乎都遇到核害的東西 都是say no的 而且在民調上大概也有七八成以上的居民 是反對的 那我們過上個禮拜利用了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在四個地方的市場同時 連署就已經將近有三千多個民眾來連署反核害食品進入台灣的公投 所以也就是說這已經讓我們看到 其實民眾對這個核災食品進入台灣 大家是恐慌的 而且大家是拒絕 而且大家是不要的 那我們要在這邊要跟市場問的是 如果我們的核災食品 日本的食物如果沒有進來台灣 我們就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取代嗎 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斷纜像市長這樣的決心 我們拒絕核害食品進入台灣 侵害我們人民的生命安全 我相信這個立場堅持的話 我們絕對可以把關到 但是問題是 我們中央政府目前的態度還很曖昧 所以我希望市長你要堅持你的立場 你剛剛講得很清楚 你是堅決反對的 所以我也希望說 其實我們禁止日本食品核害的東西進到台灣來 一來能夠兼顧我們人民安全免受到危害 二來我相信如果日本的食品不進來 我們台灣很多的農產品水產品 跟很多食物是可以來使用的 所以這一來也可以保障我們在地的產業 得以不用更強力的一個晉升對手 所以我想希望市長你一定要堅持這樣的立場 市長我們剛才有聽到您說就是 絕對禁止核災食品進入到台灣 可惜 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我們的陳議員有特別提到 是不是無條件的 禁止核災食品進入到台灣 因為我今天在我們的蘋果日報 有看到一份新聞的報導 他寫的是說 最快 預料最快明年 春天就會進口 行政院規劃核食 擬仙解禁 立木 赤城 群馬跟千葉線的 低風險的食品 但是這個也都是含 核食的這一塊的部分 因為這都是在五縣市裡面 所以我想要請教我們的市長 就是 我們陳議員的 所提的 是不是無條件的 包括任何的原因 想要進入到台灣 我們市長是不是都是反對的 市長不好意思請回答謝謝 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謝謝議員 第一個 核 輻色食品 能不能流通全世界 這是科學的問題 那不是政治 那我想我的立場非常清楚 那我不瞭解就是說 你們所謂無條件 我就說過 只要含有輻色的食品 它不應該流入台灣 這個立場 我已經表達很清楚 但如果 但我也要跟防疫人表達 台灣 台灣這不管2014 2015 台灣人每年有將近400萬人 到日本 那這個要不要禁止 那如果他去日本 到人家的領土 也一樣會吃到 但是有一個原則 它必須是灰 輻射 健康的食品 才可以 吃 那全世界的 衛生組織 都是一樣 用嚴格的標準 如果任何一個 國家 違反這個標準 是會受到 譴責 制裁的 所以我想 我們在台灣 我的立場 非常清楚 你剛是 預測 說明年 好像什麼時候 這個我不清楚 但是我的立場 只要是 核色 輻色的食品 違反對人體的健康 我都反對 所以 市長 您的意思就是 如果中央政府 強制要開放的話 那如果到 高雄 你一定是 全面禁止的嗎 是嗎 我不知道說 中央政府 也不能 開放 輻射的食品 所以你是 堅決反對 輻射 我跟你說的 很清楚 我反對 輻射的食品 日本也有其他的食品 像親生蘋果 它的進口 像日本也有一些 安全的食品 流通在台灣 台灣人每年有 400萬人到日本 我的是說 只要他 有輻射 任何的感染 輻射的食品 我覺得 不分難力 大家都反對 謝謝市長 我想市長你說 問得算很清楚 你說只要是輻射食品 就不該進來台灣 但是市長啊 我想你啊 很清楚 上個月 中央衛福部 辦了全省 全國10場的公聽會 然後 他現在又 已經要追加三場公聽會 我請問一下我們這個主管機關應該是農業 農業局啦 農業局長 我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福島 台灣 對於福島 核災 他的食品進口來 他現在的 食品進口的規範是什麼 來你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局長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主席 其實食品進口是屬於 衛福部 那我們高雄是 是不是農業局 不是 還是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那你請說來 衛生局長 黃局長 請問一下我們現在 因為日本 核災 所以日本這五線 日本和那個福島核災之後 那他們日本的食品 核災食品輸入到台灣現在的限制是怎麼樣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個目前為止就是我們剛講的議員談到那五個縣市是全面禁止進口 五個縣市全面禁止進口 他用什麼樣的依據 那是一個行政命令 一個行政命令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行政命令 市長你請看 這是一百年 3月25號 離核災兩個禮拜之後 我們行政院的衛福部所講的 他對於 福島赤城 蜜木群馬千葉線 生產製造的食品 他不准 輸入到台灣來 市長 這是我們最怕的 如果按照現在 衛福部他的計劃 他準備把除了福島之外其他四個縣 可以開放進口 也就是說 撤銷這個公告 市長 我們最怕的 也是你最怕的 就是輻射食品就要進到台灣來了 所以市長 這絕對不是一個預設性的問題 假設性的問題 這是即將要發生的問題 所以市長我們在這邊 我們還是要再請教市長一次 假設 中央解除了這個公告 讓四個縣市的食品 進到 可以進到台灣來 市長 高雄市要不要禁止 還有 高雄市要怎麼禁止 請市長簡單回答一下 市長回答 我想謝謝 我必須在這裡重申 剛剛你說 中央 中央現階段 是要召開三場公聽會 這個公聽會 是由專家協責大家共同的意見 他沒有結論 沒有議設立場 也沒有時間表 所以 可能在召開公聽會 大家提出來科學的證據 認為現階段 是 還是不能開放 這個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只要有科學的根據 如果有科學的根據 那這個部分 我想 就沒有 核色 輻射食品 這個問題 所以我的立場 沒有改變 市長 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中央 真的開放了 我們還是剛才那個問題 如果我們高雄市政府 那我們如何去應應 請市長 再講明確一點 謝謝 曾議員 你也是假設 你說假設 我認為假設性的問題 我也是 假設性的問題 我無法 答覆 但是 我的立場 我說這是科學的問題 不是政治 政治 雖然有立場 科學的問題 有就有 沒就沒有 全世界都一樣 必須受到世界衛生組織 共同的一個管控監視 檢驗 所以我認為中央 如果沒有做結論 如果中央 在一個科學的證據 他現在都沒有 現在都還在 增行 專家 學者 專業的意見 所以這個部分 我的立場 如果有任何 輻射污染的食品 我 反對 進入高雄 有 輻射污染 如果沒有 輻射污染 像青森蘋果 我自己也在吃啊 所以這個部分 我是認為 應該要分開 我相信 市長說得很清楚 那 我相信這個 何時 進入 台灣 是高雄市民 非常恐慌的 一件事情 那我們黨團 有準備了一個 承諾書 那希望我們 陳菊市長 來我唸一下 這承諾書 拒絕 核災食品 為保護高雄所有的市民 食品健康安全 我 陳 高雄市 市長 陳菊 願意 拒絕 核災食品 進入高雄市內 與確保所有市民 健康安危 那我想說 在場 我想 代表黨團 也代表高雄市所有的市民 然後 在這裡 給議長 給市長 錢 這個 我想 那個 謝謝 謝謝 曾議員 依照慣例 我 我想你今天你的意見 我從我收下來 然後 我沒有 市長在這裡所講的任何一句話 露營露營 我都必須我對我的承諾負責 我承諾 為保護高雄市民的健康 任何有科學證據 說它是福射食品 我當然要保護市民的健康 拒絕它 市長 我的立場非常明確 既然立場這麼明確 那我相信你簽署這個 應該不困難吧 市長你可以當場簽給我們很多市民都在看嗎 我的承諾 比 我想我的 承諾 我想我在這裡的承諾 比 我這個都不能夠 我今天的承諾 都是一樣 市長 如果你沒有 你如果沒有任何的疑慮 你也那麼堅持 也那麼堅定的認為你是反核的 毀害食品 你是拒絕的 那你 你既然在ECT有注影錄音都有了 那你又簽一個名字 代表你的決心 讓我們的市民看到 我們的市長是捍衛我們的健康的 這沒有什麼不好的啊 所以我覺得 你只是把一名簽上去而已 你是你的決心 我相信很多市民是支持的 而且我們是肯定的啊 那你為什麼不簽呢 那本市你是拒絕嗎 謝謝 謝謝議長 請議長主持公道 我依照慣例 不在執行會場上 簽署任何文件 但是我對四位議員非常尊重 你們剛所有對這個疑慮 我在重申 任何受到輻射污染的食品 不應該進口 這個立場很清楚 這是科學 今天我想我的意思是 不需要是政治 我認為科學的證據 全世界的標準都一樣 我覺得市長這個不是科學兩個次 就可以讓你在這邊今天不用為了這個承諾書來簽 我想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我們這邊現在變成不是拒絕 核災食品進到高雄 是我們陳菊市長拒絕來簽署這個承諾書 其實市長 整個台灣有15個縣市首長已經簽署也說了NO 所以我們在這邊 希望跟市長你能夠達到一個共識 我們 極可能的擔心 中央會經過公聽會 來撤銷那個公告 讓四個縣市會進來 所以市長 我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 非常大聲的 也非常大方的 就簽署了這個 這個承諾書 告訴全高雄市民 高雄市絕對不會有 核災食品 進到我們高雄來 市長 你剛剛一直在講科學 科學數字 科學證據 市長 我覺得 到了公部門 有時候就不是只有科學 有時候是行政的問題 如果今天 我們不開放 行政部門不開放的話 還有什麼樣比行政部門 更能夠決定的呢 我們 先跟市長講一個 高雄市本身就一個污染源 高雄市的成功路 有一個中油的 油庫 民國六十幾年就有一個污染區 污染源在那邊 我請問一下我們環保局長 成功路的漏油區 是在民國幾年發生的 請問一下局長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 黃議員 這個是 應該是民國七十幾年 民國七十幾年 到現在四十幾年了 市長聽好 這個漏油區現在是不是一個監控的場所 是不是還是一個監控場所 他現在裡面有一處是整治場子 有七個地點是控制場子 所以整治完了沒有 目前也還在整治 還在整治當中 整治整治的時間完成是一百零七年 八月 好你請坐 市長 高雄七的漏油 高雄七的漏油 第四十五年 又沒有栽造 土甲的土地 整頓合適 福島的核災是一百年的三月十一號 請你聽清楚 一百年到現在民國一百零五年 第第五年 市長啊 有誰敢保證 福災的土壤的 那個 輻射殘留已經完全消失了呢 這是工部門的問題 這個不是科學問題啊市長 所以市長 我們覺得你承諾 不夠有決心 你有決心你就要簽署 這不是科學問題 我在講一個行政問題 給市長你聽 本席從 美國 FDA的網站上面 抓下來 最新美國人是怎麼對待福島核災 的食品 市長請你看清楚 那個日期 我圈在上面 2016年的10月7號 最新的喔 它上面寫什麼 在 那邊寫得很清楚 所有 從 日本 因為核災 而進來的食品 全部 detention detention 就是全部 扣留 請問 這個就是美國的做法 我有一律 我就不讓你進來 我們現在行政院還在眼裡說 要如何去檢驗 逐批檢驗 通關怎麼通關 市長啊 如果市民 我們市民朋友如果對我們的行政才有信心 怎麼會有剛才我們黃湘淑議員講的 高雄 收購 就買到了赤城的納豆醬油呢 市長 我再跟你講第二個 行政上很可怕的問題 一樣是在美國FDA的網站 市長你看清楚 他上面寫說 他對於福島核災 輸入到美國的規定涵蓋幾個縣 這個我們 陳議員是流日的啦 這幾個縣我都不認得 但是 一共是14個縣 從福島五縣 包括其他的九個縣 這是美國FDA公開在網站上面的 你看 針對日本福島核災美國限制食品的限制 包括福島赤城千葉等14個縣 台灣只限制了福島等五個縣 到底其他九個縣安不安全 市長啊 我想我們 擔心的是市民朋友 吃到的東西有安全嗎 政治人物的承諾 是很重要的 因為都涉及到了我們 人民的健康安全 性命的安全 市長 這樣子的 衛福部定的 這一些日本核災食品的控制 你有辦法接受嗎 我們 限制五線 美國限制14線 來市長你對這個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市長你先 說一下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請 市長 謝謝 這不是行政問題嗎 這個議員所提供的資料 那當然 如果美國不能進口 我認為台灣 我們的中央政府 應該參照美國的資料 他依然 也不應該進口 所以我想我的立場 都是一樣 只要 他認為 美國其他 先進的國家不能進口的 台灣 也一樣不能進口 當然你提供的資料 我想中央政府 應該也有這些資料 那我會覺得 他們應該透明公開 讓全台灣 所有的人民了解 然後 做一個 非常 最後 他現在你也是假設 做最後的決定 所以我的承諾 我剛剛已經跟 各位議員 表達 只要 他有任何 胡適的食品 我們都反對他進口 我的承諾 已經非常清楚 但是我想 過去幾次 也是有其他的議員要我簽字 我都認為 我在這裡的承諾 有錄音有錄影 我想我必須為我的承諾負責 那我的意思 是我沒有在 任何議事 廳上 簽署 這個沒有跟立場 無關 我再次跟各位議員表達 我對四位議員都非常尊重 那我是認為 我剛剛已經很充分的表達 謝謝 市長跟你講 如果中央政府 也當非常的 客觀公開 對日 到底 福島核災食品 目前的現狀怎麼樣 怎麼樣管理的話 我想我們連議員都不會去擔心他 我再給你講個更可怕的事情 也是在FDA上面網站 上面看到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 福島核災後 乳製品是個最大的問題 結果 我們限制了福島等五線 可是在 每個FDA 他所限制美國 日本 輸入到 美國的乳製品裡面 包括嬰兒奶粉 還包括了 鹽手 跟工程兩個線 就是我框起來的兩個 岩手跟宮城這兩個線 台灣的衛福部 台灣的行政院 一點作為都沒有 市長 你有沒有想過 嬰兒奶粉是給嬰兒吃的 吃到嬰兒的胃裡面 身體裡面要存放多久 不知道 那我就 剛才你口口聲聲說 中央他會公開透明 非常客觀 這個才是我們擔心的 啊 我想齊定我覺得你去做可能還比他好一點 你可能可以把衛福部好好的整頓一下 否則 這兩個 鹽手跟工程的 乳製品現在是完全可以開放到我們 台灣來的 那到底 剛才市長你口口聲聲說你絕對會撼衛讓他 無法進來到我們高雄市 那我請教市長 這一段時間大家吵得沸沸揚揚我們的相關單位 對於防製輻射食品到高雄 最近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市長你要回答還是我請黃局長來回答一下 請黃局長 我請黃局長回答一下我們最近對那個 那個輻射食品日本的輻射食品做了什麼樣的一些動作 來局長你回答 謝謝議長謝謝議員 對於日本輻射污染食品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因為考慮到說整個要擴大我們的一個整個 檢驗的量能 所以 我們在 已經展開了全市的有關於 除了食品以外還包括醫療單位 我們的 安置單位的所有的使用到的 所有的健康營養品的部分的一個 檢查 這個有全面性的在做抽檢 目前正在進行當中 你們有做了多少件的抽檢 局長 目前我還沒還沒有告訴我確實的數字但是 還沒告訴你確實數字 你們有幾個人在抽檢你講好了幾個人在抽檢 跟議員報告我們總共大概我們除了 食品科的所有的檢查員以外還包括藥證科跟 我們的醫證科的同仁還有我們的長照科的同仁 什麼時候開始抽檢的呢 對這部分我們是因為 在正式正式開始起跑時間12月1號 局長你根本都在亂講 市長 如果你承諾說 你不用去簽署 但是你絕對會捍衛輻射食品不要進來高雄 我們的議會要看得到的是你要編列多少人員 多少預算 什麼樣的計劃 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 一概不知 而且我也可以告訴你完全也沒有 所以市長 我希望你要說到做到 然後 我在這邊我也要求市長 要求主管機關 FDA的網站 是公開的 我相信他的英文也不會比我們差 局長 回去把他的報告好好看一看 中央如果做不到 高雄市政府 看有沒有辦法比照 他的標準 帶頭做起 不要三場工廳會 就要撤銷公告 開放輻射食品 市長 我最後再給你看一張很可怕的照片 這個是福島核災 兩年後日本人自己做的 輻射殘留的分布圖 日本人還是算誠實的 你看看 除了五個縣 福島 立木 赤城 千葉 取馬之外 工程研手 都是重災區啊 台灣現在還繼續在開放 市長 市長 你說的 青森蘋果 也是中槍的啊 市長啊 你也不知道嘛 但這個是叫科學 這個就是科學 所以市長 我希望我們高雄市 自己動起來 自己來防範 輻射食品的進來 維護食安 市長 市長我相信 早上聽到我們的黃紹廷 黃議員說 我也有聽到市長一直在強調一句就是 政治人物的承諾 我想 如果政治人物的承諾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 我想要請教一下市長 我們的中央 如果假設說 你一直說我們在提的東西是假設性的問題 中央並沒有一定會來 開放我們的輻射食品進入到台灣 可惜 還是真的是假設性 為什麼最近民間 吵得沸沸揚揚 市長我想要請教 在蔡英文總統 在選舉的期間他有提到了一個東西 叫做 食安五環 包括在我們上個月 上個星期五 在我們的立法院也三讀通過了一個 食安五環的其中一環 就是 在我們的衛福部底下 設置一個毒化局 我想要請教市長 你怎麼知道食安五環包含了哪五環 市長請回答謝謝 謝謝我想蔡總統提到的 食安五環包括源頭的控管 生產的管理 包括 加強的茶葉 加重惡意廠商的責任 全民來監督食安 我想這個部分 喔安娜齊長你有做功課 很不錯請坐下 市長我要特別的強調一個 他在食安五環裡面 我們有特別強調的一個就是我們的重建生產管理 重建生產管理裡面有一個叫做進口 自產 全面把關 裡面很清楚的說明到 我們的食品來源 有70%是養要進口的 那國外的進口食品 農產品需要取得認證 並且做好邊境的查驗 未來也要修改 相關的辦法 要來 要需要減負一些食品和農產品的安全認證 標示 市長我相信我們現在大家都很清楚 在邊境管理的時候 我們的農產品是有收到管理的 我們的農產品是需要受到檢驗的 可是在我們的食品上面 只要有一個食品標示 都可以打的 所以才會造成了 我們這還沒開放之前 就有這麼多的 像吉野家 還有包括什麼納豆 裡面的醬油包 都是來自於我們的核災食品區的 我相信 這個東西 我們的中央政府 目前 我們的在 因為原本 我們之前有請教過我們的衛生局局長說 高雄市 有沒有辦法 去查驗 我們的核災食品 有沒有辦法去檢驗 我們的衛生局長跟我們說的是說 目前只有中央的 原能會 他的一個輻射檢驗的有辦法 可是目前 這個原能會的輻射檢驗的人員 只有13個 然後包括我們的邊境把關又這麼的 不安全 所以我相信 剛才我們那麼多議員已經說過了 希望說我們可以在高雄市來做起 希望我們的高雄 能夠把他把關的更安全一點 能夠讓我們的輻射食品 不能進入到我們的高雄 加速說中央有意要開放 進入我們台灣 我們的高雄市也一定要來記載 拜託我們市長 我們市長是不是針對剛才的問題做個答覆 謝謝 請市長回答 第一個 謝謝議長 也謝謝黃議員 當然 黃議員跟其他三位議員都一再的強調 假設 當然假設的問題 我是很難 具體 不過我會認為說 所有的進口的食品 包括所有的農產品 包括現在高雄市 我們都要有一個生產履歷的建立 我們現在的農業局也是 對於高雄市 不同的農產品 包括我們的海洋局 對於所有的遺產品 我們一樣是重視它的生產履歷 那當然黃議員提到 說如果中央政府如果還是如果 那我會認為 將來我們是不是 獨化局 這個部分 我們從沿頭的管理 我個人是非常贊成 那我也希望中央 很快在 獨化局 所有的這個人力 物力 包括所有的儀器 趕快的充實 現在你是假設它 可能 什麼時候 但是我覺得中央 在對這個問題 不管召開公聽會 或者後面以後 它的決定可能是不能開放 等等 但是不管有沒有開放 最重要 就是說 我們的管理的問題 那我同意 認同 剛剛 兩位黃議員的意見 就是說你 有的 政府 管理的問題 所以獨化局的成立 人力 物力 儀器的增加 我希望我們跟全世界同步 如果美國的FDA 他們不准的 那台灣不可一樣 不能進口 所以謝謝黃議員這個部分 我會 如果我碰到衛福部 那我一樣會跟他表達 高雄市議會對這個部分非常關切 也會把大家的意見轉達 謝謝 呃 我們市長有提到源頭管理非常的重要 也說到我們的農業局 現在有生產履歷 可是我希望這個部分 不是只用在我們的 台灣自己的農民心所 我們要針對 進口的東西 來去做一個 更嚴格的查核 這樣才是對的 齁 市長 我想喔 不是 你剛才有一句齁 我覺得 講得好像不太對 你說 你會跟衛福部長講說 我們高雄市的議會非常的關心 我想喔 這不是高雄市議會的議員非常關心而已 這是我們全高雄市 包括我們的市府團隊都應該最關心的一件事 拜託市長謝謝 我覺得市長說得很清楚啦齁 其實我們市長也是很重視這個問題啦 我剛剛在那裡頭聽到話齁 我剛剛 那個我們的衛生局的局長啊 來你請起立一下 我剛剛 你們剛剛 都沒什麼在做耶 你看昨天新聞才剛報導而已 已經有境外的 這些 輻射的食品已經有進入到台灣 我剛剛我們高雄都毫無作為 你當初在 那個省知識條例的時候 你說 喔那 那個是你們科長還是你 你說那是謠言 網路在瘋傳說什麼 多少東西 多少種 食品已經進入到台灣 你當時是說 那個是謠言啊 來請你說明一下 啊現在長的新聞算水漏氣 你到底有沒有嚴格在把關啊 你未來到底有什麼要 對策要來 防範啊 來請你說明 請說明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呃我講的那件事情 不是只是謠言 是因為在討論的時候拿出來的有關於台中市的斷信議員所提出的 那個 後來是被證實是一個錯誤的訊息 那並不是 指所有的在網路上都是謠言 那另外一部分是說 12月1號剛剛有報導 12月1號開始是全面的在做一個清查的動作 除了說我們要了解到說 目前 我們對整個是日本的進口的食品的一個狀況以外 那我們要了解到說 我們所需要再增加的人力有多少 那在之前我們 我們在全年已經超過有將近兩千件的一個一個市面的一個最這樣的標示的一個檢查的一個結果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說我們也發現到說因為有一些屬於 網路販賣的好那種屬於那種網購的部分 其實是 在我們在目前市面上我們沒辦法去查到的 那部分我們也做了網路的消息也發文給我 昨天抓到就是在上架的食品嘛 還在講網路 我們是知道一定有很多的東西都要訂立了 是你還不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好好嚴格把關嘛 你未來的因應的對策是怎樣嘛 你在講天方樂壇嗎 有沒有實質的行動啊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也是市面最關心的東西啊 你知道這個食安 在台灣已經造成很嚴重的恐慌了 現在中央政府又 怕又會開放 我們高雄市衛生局應該有所作為吧 你未來到底要怎麼做 你說一個比較具體的方向或計畫嘛 我再讓你機會說明一下 好 對於整個 對於食安的工作 尤其是日本進口的一個 有可能是輻射污染 對人體有害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是 按目前中央法規的規定裡面 那我們是 對於所有禁止進口部分 我們會做一個機查 然後對於網路的部分 目前我們在 整個建置整個網路的一個平台上面的一個機查的部分 我們在加強化 那這部分其實 還牽涉到說 目前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那 我們也 請 衛福部的部分 增加的是我們的檢查的量 所以 我們所知道是說在 平科大目前在建置第六處的一個 第六個實驗室來檢查我們的 輻射食安的一個食品 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是說 對於 整個 實安的部分 因為實安五環 第五環 也是很重要 就是全民大家一起來 那這部分 我們正在 投射 包括相關的一些資訊 我們要 做一個相關的一個民眾的一個 衛教的部分 然後 幫相關的資訊傳達出去 像昨天下午 我們就請 主婦聯盟的 王岐南董事 那對於 實安的部分 尤其是 核能跟 非基改的部分 做一個相當的一個 公眾的演講 這個都是我們目前在 開局 局長啊 我先請教你一下 到底我們高雄市衛生局 到底現在有沒有能力 去檢驗任何 從日本來的食品 到底有沒有輻射 請你回答一下 好 目前我們 實驗室是沒有 但是我們若有 這樣子一個需求的時候 我們可以 委託給我們的 再包括 那你是怎麼去 查驗 我搞不清楚 你剛才說沒有 你怎麼去查驗 你怎麼知道這個食品 到底有沒有 輻射 跟議員報告 這部分其實我們目前 計查的重點是在於 我們的整個標示的部分 產地的部分 那覺得 那根本就沒有檢驗嘛 食品你到底 沒辦法能力檢驗 你根本沒有查 查扣啊 相關檢驗部分 其實每年 我們的衛護部都要求 我們查那個市面上抽查一定數量 然後送交到我們的 那個原子能的輻射檢驗的檢驗室裡面去檢查 所以教長你說我半補 就像 詹議員說都天方月壇 說了一批很大批 市長你有聽到嗎 他都在查標示 我要愛是說東西吃了 我會併木乃伊 我會有輻射殘留 現在網路流行笑話 我現在公益前 我會用一個千座的棺材 因為有輻射 有我們吃進去的無法檢驗 他看的是包裝 我們高雄市政府一點檢驗的能力都沒有 市長啊 我們這邊可不可以要求市長 我們也建議市長 用最快的速度讓高雄市政府有這個能力 找專業的人士看怎麼樣架構我們這樣的一個 檢查核災食品的辦公室 我們前陣子所有講的都已經不是謠言了啦 都已經 一直在報一直在報 而且都是架上的東西 不是網路的 不是從日本帶回來的 市長你都聽到了嘛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不可以請市長 好好的來規劃一下 高雄市自己有這個能力來檢驗核災食品 的能力 市長你可不可以簡單來回覆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謝謝黃議員 當然議員有很多 的一個質疑 這個都是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 那這些我們都是認同 那我覺得說 到底今天對於 輻射食品 的源頭的管理 到底是由中央 還是由地方來承擔 因為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由中央來承擔 但是我知道 我們現在高雄市政府 也跟 貧科大 在合作中 貧科大他們 對於 輻射 食品的檢驗 我知道在建制中 那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都願意 那當然不可能說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獨立來做 在南台灣 幾個像平通科技大學 他們在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我們都願意幾個大學 來做一些好的合作 當然他的目的 都是希望能夠維護 市民的健康 這些我們都認同 那我們現在也只是說 今天防疫人的很多 意見 包括FDA的 所以市長 您回答的 我們都有聽到 我們只單純想說 您願不願意做 由我們 這些 議員 我們黨團所提的意見 願不願意在全台灣 帶頭做 將這樣的一個 防疫 假設的問題 帶頭先優先把它做好 剛剛市長你有提到 很多事情喔 如果是假設的你不願意回答 可是 黃區長現在在做的就是 在做假設的東西啊 在做預防啊 所謂假設就是預防 如果預防的不好 食品流算進來了 就會變成成真了 就會像現在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好多東西都在 架上 在賣了 而且是在 有品牌的百貨公司 所以 市長 我們不是在煩燉 我也不是在跟你吐槽 我們這是要 做你 拜託市政務做 該做的工作 怎麼來吐槽 所以我們 假設有這樣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來做 市長你不要誤解我們 我覺得你對我們黨團 誤解很大 我們做的都是 正面的正 建議正面的一個 回應 所以 市長你是不是可以具體的回答 剛剛少廷議員所提的 如果可以 我們市府可不可以能 針對輻射這樣的 核污染的這樣的一個食品的部分 我們能有具體的作為 而不是只有能 只能跟 平哥他合作 我們等於是 處於被動的狀態 市長請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長 謝謝李議員 當然做一個 研頭的管理 我剛剛已經提到 到底是 中央政府 還是地方政府 還是中央地方 如果中央認為 所有 有輻射的食 有輻射鹹椅的食品要進口的管理 如果是由地方政府要來做 我覺得 我們願意跟中央配合 但是我剛剛 有跟黃議員說明 我們知道 屏東科技大學現在在做 那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都在一個 這麼鄰近的地方 政府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因為這個部分 牽涉到最新 但是當然 保護人民的健康 我覺得中央跟地方 大家要合作 我們高雄市政府 很願意在這個部分 和平科大 來嚴格的把關 總而言之 我們非常謝謝 剛剛五位議員 對高雄市民健康 給我們的很多建言 當然 這些我們都希望 是公開透明資訊 那因為現在是地球村 沒有什麼可以隱瞞 所有的部分 所有的資料 我想都很快 讓人民來了解 那如果透過科學理性討論 最後的結論 中央 當然會以 人民的健康 作為他最後的選擇 謝謝 謝謝 休息十分鐘 Micro Thank you 說 我 所以 我 це